阿弥陀佛 还念了几句 给他听 他模仿 他学来了 这个就是以后 所传的叫 无会念佛 无会念佛 是文殊菩萨亲口传歌 发造的 所以以后他不参禅了 他念佛了 他见念佛道 当时人称他做无会 发死 但是现在 我们也听到 有这个录音带里面 念的这个无会念佛 我想恐怕不是 发造禅词的念佛 为什么呢 现在我听的这个音乐 心定不下来 心定不下来 那怎么会成就 这是我们辨别 这个厉害的一种方法 这个佛号 我们接触之后 身心清净 那这个是好境界 对我就有利 如果我听了接触之后 我身心不能够安定下来 这个法门就不适合我 这个法门就不适合我修修 但是 编这个谱子 这是一位法师 民国初年的 他懂音乐 编的也不错 借银出击很好 让现在许多这个聚会的场合当中 表演好 让这些粗学的人 把它当作歌曲来唱 这个好 真正用功夫的人 这个念诵的方法 不容易实现 这个我们必须要想的 这是一个例子